星期六问集 香港现在正是在高州兴建 首座的焚发楼 另外在屯门会第二座 接着考虑北部都会去找地方 建第三个现代化的焚发楼 其实这个焚发楼有了这个 是不是有了焚发楼 市民可以想一下不如烧掉它 这是不是我们减费的一个有效方法 而可以帮到手呢 回来 如果这样香港烧是不够的 你看到来到最多的 来到只有三个 是不是真的有些要在大湾区帮忙呢 现在我们对于费物管理 你看到我们整个做法 我们希望第一我们是源头减费 减少费物其实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建一份化楼 来处理垃圾 本身的成本也不低 所以减少费物是好的 另外推动回收也是好的 推动回收 刚才我解释了 其实可以建立一个绿色的产业 在这里除了经济价值以外 我们也可以制造很多的职位 聘请很多人 尤其是很多基层的人士 所以我觉得推广回收也是十分好 所以刚才我说到政府 我们会做很多的工作 我们会继续大力去推减 减费回收 一定是不会停 力度只会越来越大 但是另外我退一步说 垃圾也是要处理的 现在我们香港 直到今天 我们还是用一个堆填的方式 来处理垃圾 现在回看放眼世界 这个真是一个落后的方式 真的造成很多污染 很多滋扰 所以很多居民队 都怨声载道 更加重要的是 香港我们的土地资源 这么珍贵 还拿土地来填垃圾 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 所以建垃圾 我们说建一些现代化的垃圾 垃圾的焚化设施 是必须要的 那些也不只是把垃圾烧掉 它是把垃圾 用来作为燃料 来发电 烧完之后 那些炉灰 都可以来生产一些建筑材料 所以它也是转肺为能 甚至我们是转肺为财 其中一个步骤的工具 以往来说 人们对焚化炉 是有很多的担心 那些污染 旁边有个焚化炉 看到这么可恶 但如果你看现代化的焚化炉 污染问题 其实已经完全解决了 以往担心那些烟鹰 或者其他污染 那些问题 完全没有 而且新发展那些 它都会把它建成很漂亮 看上去完全不是一个 废物的设施 而且很多都会结合 一些社会需要的设施 或者一些康乐设施 很多时候 成为旅游景点 所以我们看到 今时今日发展 这个现代化的焚化炉 是不必需要的 首先你问够地不够的问题 香港其实我们现在 每日产生药膜 一万一千吨的废物 我们第一个的转费 还原设施 就在石古州旁边 明年就已经落成了 它就会开始到三千吨 刚才你提到 在屯门 争取那里 我们已经有个地方 我们会在那里建 下个月 我就会去 環境事务委员会 咨询议员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有一个计划 那个可以处理六千吨 加上已经是九千吨 所以如果我们再 在某个地方 是一个小的 下一个第三个 是一个小的 就已经可以完全 处理我们香港所有的匪物 作词 作词 作曲 刘润 作词 我说